老师透过影片带来有趣的故事 及介绍科家概况、课语发音等 希望透过轻松活泼的方式 可以将科家语言以及科家文化传承下去 草屯镇内的科家族群不算少 有鉴于今年来 科家民众的语言能力逐年下降 为了激发民众对于科家文化的兴趣 增强课语的学习动机 配合县府文化局 110年本土语言阅读推广活动 草屯镇立图书馆 特别办理科家语言的研习课程 因为我们草屯也蛮多科家人 让那些民众不是科家人 就是我们台湾人 科家人也都可以认识 那个科家的文化与语言这样子 科家的概况何谓科家 科家分布在哪个地方 而且科家的由来是怎样 科家的发音 简易又有切的发音 以及那个就是老师用教唱歌这样子 让大家学到那个 科家的语音怎么练习这样子 不分年纪都能够朗朗上口的科家歌 现场民众唱得相当投入 老师一句一句教学歌词 科语练法 透过科语交唱 前一幕话中增进大家 学讲科家话的兴趣 让不会讲科语的民众也能够同乐 因为草屯是一个大家族的融合 我是闽南人 可是我很想学习第二种语言 第二个舞蹈 所以我也希望学到有客家舞蹈 跟客家歌谣 因为经过唱的话 比你用这样直接点的念的 你都还要快速 这项研习吸引了对客家语言 以及文化有兴趣的民众报名 本土语言传承的第一场域 是家庭及社区 借由活动的办理 希望让更多民众接触客语 认识客家文化 进而达到本土语言 新火相传的目的 记者洪一伦草屯镇采访报道